拥有五层楼高的慈激教育中心 目前外观已经成型 工作精度也完成超过一半 现在工友正开始积极破雾瓦 我们就是为了防止未来会漏水水 做的双层的屋顶 就是说第一层是那种 Metal Street 就是说这个钢片屋顶 在钢片屋顶上面 我们又再加上这个雾瓦 所以它就是一个双层保护 拥有二十多年建筑经验的建筑师杨毅图 这一天抽空过来巡视工地 马来西亚分会副执行长郭继航也陪伴在旁 Modern architecture的人喜欢尖角 尖角和细线 我觉得它不是持续这么久 我觉得持续都是比较圆滑的那种感觉 仔细地观察每个细节再提出修改方案 杨毅图对此际建筑并不陌生 因为不论是马来西亚分会金子堂的建设 或者缅甸希望工程 它都曾经参与其中 这一次教育中心的建筑规划 对它来说依然是个挑战 因为在做医疗中心的时候反而觉得比较习惯 因为做惯了医院 当做幼儿园的时候那个要就是说 幼小的小朋友 那个就有一点点在学习 就还在更改 因为觉得因为它的scale不一样嘛 它的比例全部不一样嘛 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点我还在学习 因为你怕是什么 孩子中 对对对对 那我这边我还要不体验 因为孩子是属于不体嘛 不体 所以我这边一边都不担心 要算什么就可以 教育是人类的希望 这座教育中心将会为社会编制 惠命的摇篮 带动大家成就一个大爱与感恩的祥和社会 大爱新闻 胡辉芬 黄烟碧 壮志日文 马来西亚冰城采访报道